根据中央民国国家发展委员会公布资料 台湾将在2025年步入超高龄社会 随着人口老化 许多老年化人口常见的健康问题也随之普及化 其中 不知苏松症患者更是逐年成长 药师指出 一患骨松除了正规药物治疗外 还有四种非药物方式可以防治骨松 国人应该在日常生活中身体力行 国健署在2017到2020年的 国民营养健康状况变迁调查发现 65岁以上民众 至少有一个部位测出有骨松的比率是14.1% 大约每7人就有1人患有骨质疏松症 其中女性高于男性 而且这些数据随人口老化持续增长 根据健康署统计 每年因为骨质疏松症 引起髋关节骨折的开刀医疗支出 就耗费约10亿元以上 而后续照顾花费 可能再耗掉30亿元 对健保资源所造成的负担 不容小觑 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和平富幼院区 药剂科药师林益周说 骨质疏松症 是骨密度减少及骨组织结构破坏 而导致骨骼脆弱 及容易骨折的骨骼疾病 因此骨质疏松症防治目标 包括增加骨质密度 增加肌肉耐力 减缓骨骼流失 及透过环境诊治降低跌倒风险 增加骨质密度方法 又可分为非药物治疗及药物治疗 非药物治疗有以下4种 一、透过均衡饮食获取充足营养 例如钙质、维生素D及蛋白质 二、定期褐皱运动 以增加骨质密度、强健肌肉 改善身体协调及平衡 例如健走、慢跑、登山、舞蹈、跳绳等运动 三、避免会降低骨质密度的不良生活习惯 例如抽烟、酗酒 过度摄取咖啡因及熬夜 四、正确评估自身是否有骨松症的危险因子 并提早准备预防 例如家庭遗传 长期服用类固醇药物 停经后妇女或45岁之前提前更年期的女性 至于骨质疏松症的药物治疗 则依药物作用激转不同 目前分为三大类 整体来说 可以与医师讨论 从多种选择中 找到适合自己的药物 但每种治疗都有其利弊 且普遍需要接受长期治疗 才能产生疗效 减少骨折风险 人间福报陈林芳 台北报道